最近消息 稍等萬一報導 針對臺北市政府出現員工確診 也帶領聽到市府公館中心的最新說明 對 以前 按以前的處理流程是 對 是居家 居家辦公 然後等那個二四小時後 再來上班 這樣 對 記得我們了解是 這個同樣 最後一次上班應該是二十八號吧 就是上禮拜五 最後一天上班 那至於具體的我們可能要問那個 產業局那邊才知道 對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就目前的處理狀況嗎 是有實施暗示範的問題嗎 它應該不是封鎖 應該是說按我們的流程是說 如果有發現確診 那我們的住警會去配合做一些處理 那因為我們剛才有講過就是 處理就是後面就是撤離跟清銷啦 所以也應該也不是什麼封鎖啦 只是說同仁會去做一些 我們的住警同仁會去做一些處理 對 那等下快篩的結果就是在告一段落後 等下如果出來是陰性還是陽性的話 那陰性是代表說他們就可以直接回家嗎 還是所謂的 這個要看那個衛生局他們預料 因為要看他們的判斷 對 當然他們判斷可以回家 他們就是可以回家 那就是後面就做 我們就做傾銷 對 那想問一下說裡面是在那個辦公室的員工大概有多少人在 裡面 可能 剛才 衛生局是有去發快篩金 但具體的數量應該 剛才聽到應該是一百多個吧 具體的可能還是產業局那邊才會知道人數 其實有是市長、副市長的辦公室 那電梯怎麼會這樣做 應該 應該不會我們測 那個 目前應該是 應該是說相關的那些 後面使用我們都會做傾銷 那應該 目前應該是沒有什麼疑慮 對 謝謝 我都找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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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